这样讲好像很简单 但是很重要 它就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 如果要我这个 我们可能没办法想象说 我生活当中如果没有提到我这件事情 它是什么样子 因为它一直都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的名字叫黄雨清 我是一个踢踏舞者 我的踢踏舞今天是从小学习踢踏舞到现在 因为我的爸爸也是个踢踏舞老师 所以说我的生活里面 可能从小到大都是跟踢踏舞都是相关的 都是连在一起 那它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那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也是在推广踢踏舞 因为我的爸爸不是太严肃的一个人 所以说他其实在这个 就很像我们以前看这个电影里面 就是你有看过一些老的早期的美国片 他们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愉快的事情 他们就宰歌宰舞 就开始跳踢踏舞 那我爸也是这样的人 所以说我从小可能学习踢踏舞的环境 也不是在舞蹈教室里面 那就是在跟我爸爸互相 就是在跟我爸爸互动 他可能想到什么舞步 他直接跳给我看 然后就叫我试试看 那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学舞的 所以踢踏舞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压力 他是从小到大了 我跟我爸一个游戏 然后一个沟通的方式 踢踏舞 我们现在谈的踢踏舞 我们跳的踢踏舞是Tap Dance 那他的发源地是美国 那他是由1920年代 那个美国的黑人 当时的美国的这个非洲移民 就是我们看到的黑人 他们因为美国当时的法令 是不能够打鼓聚会的 所以说他们就这个没有乐器 所以他们就找了方法 就是用跺脚和拍手的方式 来取代他们的这个 这个非洲鼓他们的乐器 那为什么乐器对他们来这么重要 因为非洲人啊 音乐打击乐是他们的语言 所以说他们只要是 比方说他们家里 这个村落里面 可能有小孩出生 那或是有什么 婚伤喜庆的任何事情 他们都会用节奏来传达 给各部落知道 所以说节奏的传承就是 在黑人来讲非常重要 所以说他们就在美国 就找到了一个 就是用这个拍手和这个 跺脚踏 踏步的方式 去取代这个 他们原本的乐器 所以说踢踏舞 我们虽然叫他舞蹈 虽然叫他踢踏舞 其实他是传承 这个音乐节奏 所以说踢踏舞的这个 知识基础啊 就踢踏舞者的头脑 说他像舞者 其实他比较像是一个 玩音乐的乐手 我们在生活中 可能也比较少接触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真的是 踢踏舞的一个族群 那踢踏舞者其实也比较接近 就是个人 个人的艺术家的身份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踢踏舞其实他也不能归类在 是一个学院派的舞蹈 对那他可能跟这个 街舞比较类似 但是他的学习的这个基础上面 他又比较接近音乐 所以说他其实在别的国家 也许在美国 他应该也算是一个 独立的表演艺术 所以说大家在交流 会透过一些这个舞者之间的 可能个人 个人办的活动 那也有一些可能算 那举办比较大一点 是地方性的踢踏舞集 那就是会 大家会聚在一起交流啊 那会 会请一些国外的一些 这个同样是国外的踢踏舞者 那一起来交流 呃 限制倒是 呃 应该是没有限制吧 那踢踏舞的 这个如果你喜欢跳踢踏舞 想要找一首歌的话 其实我觉得只要找你喜欢的歌 可以让你感动的歌 就可以了 那这个 因为像我自己的话 尝试过的乐风 其实 呃 从这个踢踏舞很既有的爵士乐 那是一定要的 那我们也试过 呃 像是台语歌啊 台语 就是我有这个 跟朋友一起做这个 台语歌的专辑的制作 那我们也尝试过台语歌 那当然是 古典音乐 那到我印象上 比较深刻的是 还有这一个 呃 刚刚没有聊的 佛教舞的这个范拜 这个 这个我们也有尝试过 那这个 这个 为什么会 会都可以尝试的 因为 因为踢踏舞它的 这个 在声音的表达的自由度上面啊 它虽然是 诶 这个怎么讲呢 它比较 因为它是从非洲鼓传承过来的 那 因为非洲鼓在非洲来讲 它是一种语言 所以说踢踏舞 其实它 在 呃 打节奏上面 它 与其说它是 因为我们对于打鼓 比较 能够想象说是 好像是伴奏鼓一样 但是踢踏舞是一个 说话的一种 节奏 所以它像是一种语言 所以说呢 你只要 发挥你的想象力在 音乐里面说话 对 那是 呃 比较多一些的 呃 我们的作品啊 我们制作过的作品 大部分 呃 比较多的发生 还是在于这个 呃 可能在 关系上面 就是说我们碰到的一些 朋友 就是可能这 这一个阶段 我们 会常常一起碰面的朋友啊 有的时候 呃 比方说 像是 是 这个 刚刚说的这个 这个台语歌的专辑嘛 那它是一个 它的主题是这个 观音山 它讲的是观音山的人文 人文和这个 自然生态 还有它的历史故事 对 那这个创作的歌手呢 其实也是我这个 常常游山玩水的伙伴 那它其实它那一阵子 跟我 离我家 我们两个家里也住得很近 所以常常互动 这样 那这是其中一个 那我还做过了一个 这一个 呃 classical cross tap 这个制作是 古典乐融合踢踏舞的制作 那这个 这个演出 的这个 古典乐团呢 古典室内乐团呢 那团长刚好 就是我孩子的妈 所以这个 这个顺理程上 就我们就很顺的 就 就想说 我们可以这样子 做一个结合 这样做一个制作 这样 对 所以说这个艺术 对我们来说 其实它是一种 沟通吧 对 所以说我们 用它来创作 其实不是 不是刻意去找题材 都是从我们身边 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 我们就把它 整理起来 然后把它 做成一个作品 一开始 就要从这个 因为我从 开始进入 踢踏舞的 这个年纪 当然已经 已经很难去说了 因为我是跟 我爸一起 那第一次表演的时候 那这也是非常小 那这个 关系到说 我们学习的过程和风格 那 因为我在这个 学我爸的风格的时候 我爸爸的风格 是比较接近这个 美式的这一个音乐剧 那它是比较舞蹈性 那它的这一个和编排呢 是比较对称 对 那就是它比较关系到说 你听音乐 然后在里面设计好你的舞蹈 对 然后再去呈现它 那跟我后来接触 后来的这个 在美国接触到的老师 包括我自己 传承的 这个另外一个 这个 废城派的老师 他们的这个风格是比较 呃 注重这个现场 现场的表达 就是你当下的 对于 这个节奏的反应的表达 那是比较急心的 嗯 以我 以我个人学习的 这一个 美式的踢踏舞 因为美式的踢踏舞 它 呃 可能一种舞格 一种 一个舞者就有一种风格 所以说呢 我们很难 他可能跟我们接触过 可能像 呃 爱尔兰提套舞 或是说那种 国标舞 他可能不一样 就是我们说 一个舞者跳的好不好 表演的好不好 我们 会去看的是 的 除了技巧上面的话 当然就是他 有没有去享受这一个 你在表演的当下 对 有没有去投入你的舞蹈 哦 哇 这个 这个不好回答 因为我从以前都被 人家觉得是 哦 这很不好意思 是这个有天分的舞者 对 有天分的舞者 不过当然 这个 其实我自己 是说 是这么认为 就是说 我有 一直有一个很 非常好的老师 因为就是我爸爸 一直 当然他一直在 在 这个 我学习过程中 那就 很事实的就是给我一些意见 对 那我们的感情也是非常好 但是 但是 我没有 没有还没聊过 因为他 这个前两年 他已经不在了嘛 对 所以说 变成说 这个 呃 传承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这个 传承踢踏舞啊 或者说推广踢踏舞 呃 是 很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 因为 因为他已经不在我身边了 所以 就变成说 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 是我 现在 现在 对我来说是 最重要 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呃 我们在 这个 当然去不一样的地方 演出啊 那个 的 的 每一个人都来自于不同文化 所以说 就是不同 不同 国籍的舞者 其实他们也带来 他们自己 属于他们文化的表现 对对 那这个很有意思 那我们 我们也认识到了一些 主要 但是 大部分主要 主要的表现 还是说 在他们自己国家的音乐 他们会去 呈现他们自己的 这个 传统的音乐 对 那让我 让我比较深刻的是 就是在 这个 纽约踢他节 纽约踢他节 他是 呃 最多 最多国家去的 因为纽约是一个 小世界 可以这么说 因为他是最多国家的人 聚集的一个地方 那 包含了踢他节 也是这样 也是同样的状况 那 这个 那我印象深刻的是 原本 原本 大家不太能沟通的 那也许欧洲人 欧洲人可能 呃 英文 也不见得能跟美国人完全沟通 那还有日本人 那可能一些 其他亚洲人啊 那 当然我们也是台湾人嘛 那我们 不能够完全的去沟通 但是透过一起表演 踢他舞 透过在这个 踢他舞 就是踢他舞 这个给我们的连结 那我们成为了朋友 对我们在这个表演里面 我们是伙伴 那甚至说 这个 踢他舞连结了我们这些 这些原本 原本都不认识的人 这对我来说 这是特别深刻 呃 踢他舞在 国外 呃 比方说去 这个 我在美国来讲的话 他们也常跟我说 踢他舞还是比较小众 但是是比例上面 小众 但是呃 可能 美国人口多吧 所以我们感觉到 美国跳踢他舞的人多一些 但是他们 在他们来讲 这还是比较小众 那也是有 呃 发展的 比较不一样的 踢他舞者 因为踢他舞的 这一个 这本艺术 他的呈现方式 比较自由 所以说 你要怎么发展 那可能还是要看这个 这个 舞者个人 舞者个人 要去怎么发展 如果 看过 其实也是有 这个美国也是有 蛮多是出唱片的 那 用踢腦来出唱片 有些是 他是 呃 一些艺术家 他是 靠街头 那街头是我们比较 比较可以想象到 比较常见的 就是街头艺术家 那有一些是 结合了这个 剧场 那大部分 还是离不开 这个表演跟教学 呃 我觉得这方面可能 对我来讲 没有什么难度 不太需要思考 因为 呃 到了这个环境 就去做该 这个环境 这个地方 该做的事 所以说 该教 学生的时候啊 那学生会 自然会 给你回馈 就是说 你可以 看到学生的 就是他自然会 呈现出他的问题 来给你 那 以一个教学者来说的话 我们就是去把自己 从不会到会的过程 然后 让他就是 复制给他 就是让他去揣摩这个 这样的过程 那以一个表演者来讲 我们要接触的是一个 呃 观众 主要是观众 还有就是你的伙伴 表演者 同样是表演者 所以这里面用到的这个 语言啦 就是你要去说话的机会 可能比较 比较不多 那 如果是教学生的话 会有比较多的对话 那有时候对话可能 不见得是踢踏舞的本身 有时候跟学生分享的 可能是在生活当中的对话 对 那这个也不是对于这个 跳舞没有帮助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多聊一些这种 这可能在生活上面 就是 你去怎么去享受你的生活 然后再回到这个 踢踏舞的这个课题上面的时候 就是他会 让大家可能彼此之间 更放松 更知道说 我们在这个 学习这个踢踏舞 对我们 这个拿出去教室之后 他对我们的好处在哪里 有什么帮助 比较 比较常 我比较常鼓励学生去 享受 享受这个舞蹈 那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看过了踢踏舞 我们知道的踢踏舞 它是一个很愉快的一个艺术 对 一个表演 我们看到表演者都很享受他的表演 那当然这也很实在 如果你 不享受 这个艺术的话 那真的是 比较没有一个门路去进步 那大部分的学生跟我回馈的问题 常常是说 怎么去应用 怎么去应用肌肉 怎么样把速度做得更快 那这之类的 这样的问题 那我会比较建议 可以同学们 在这个 把这个重点放在表达上面 就是在这个 舞蹈的表达 就是说 你要去投入 你要去跳的这个音乐 对 然后你要去享受那个音乐 对 这个样子 你在 在练习的过程中 会比较 比较 能够知道 知道要去怎么进步 很自然的就会进步了 我很想 我刚刚喜欢打个比喻就是说 我们去学说话 然后你要去 你要去练习 反复练习 说话 你去学说话的话 你要把重点放在 你要说的句子上面 还是说你要 放在舌头跟牙齿的这个肌肉上面 对 那那个 那感觉那个层次会不一样 那我的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本身的 这T-T-T-WO的传承有 两个重点 就是 两个 这个怎么说呢 DNA 我的舞蹈的DNA 就是有 有两条 这个 这个怎么形容啊 我想说血脉 好像武侠片一样 不是 就是 就是我 我传承了两种风格 一种是我 我爸爸带给我的风格 那一种是 这个我有一个 很有缘分认识的一位 这个 费城的一个 踢踏舞老师 那 那 这个 我方便说出他的这些 我就直接带过他们的名字 对 那就是这 这位老师叫做 Robert Burden 那他是这个 费城的踢踏舞大师 那我们就是在我这个 很年轻的十几岁的时候 就是有缘分 就认识到他 那跟他学习过 那 他那个 那个时候呢 他 因为 因为我们 这个 他 就是有 送给我的一双 舞鞋 那那个 那个很难得 因为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那时候我爸爸 是因为我爸爸 他那时候我还在发育 那我爸爸其实是 蛮 蛮 节俭的一个人 他给我穿了舞鞋 不是 不是这个定做的鞋 他是用这个我们的皮鞋 然后用这个在下面 贴这个铁片 然后呢 我这个老师可能是以为 我没有 没有舞鞋吧 那一方面也是 觉得说 就是我们之间的舞蹈交流 他很想多 交一些东西给我 所以说呢 他常常在这一个 这个工作之外的时间 然后我们常常在 就另外的交流 那我也跟他 学习了很多 就是他们 自己这个 可能 美国费城派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舞步 对 那 就是后来呢 有一次呢 他就给了我一双 舞鞋 他就说 这双舞鞋 希望我穿着它练习 对 那后 后来呢 就是他才 还跟我说 这个是他的 这个老师 是一个 美国的 费城派的开山组织 那这个是他的舞鞋 对 那这个 很有意思 因为那时候 他说这双舞鞋 全世界有五双 然后他的这个 他家里有四双 对对 那一双在我这边 对我那时候 这个压力很大 那我以后不敢 穿这双鞋练习 不过这个 这个是很好 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纪念 也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那 这个影响我 这也代表说 这影响我的 这个另外一种风格 是美国的这个费城派 因为我那时候 跟他学习的时候 没有 年纪小 没有太 就是可能就是 好听的舞步就跳 对不对 觉得很酷的 舞就学 那没有太去 这个 这个饮水思源 说这个是什么派 后来 我们再接触 就跟他 再 就是 再多跟他请教 那就是 这一个 这一个他传给我的风格 这个是一个 美国的费城风格 那这个风格 他很讲究的是一个 就是音色 音色上面的变化 他的跳法 没有 是不需要音乐的 不需要配音乐 因为我们听的 一般踢踏舞 都是需要 乐器 或者是放音乐来配 那费城派的踢踏舞 里面的 他里面的 这一个舞蹈 里面的套路 和作品 完全是 所谓就是 A Cappella 就是没有伴奏 完全是用踢踏舞的 声音 来做呈现 那这是一个很 对我来说 是一个 我很喜欢的一个风格 它更接近语言 那以前我学 我报道的风格是 它比较 对称 比较对称 比较是编排好的风格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 那这个 这个对我来说 对我的影响呢 其实是 我在跟乐手 合作的时候 我其实我可以 很急心的去反复一些 很对称的节奏 这大环境 问我的话 我可能 很难 很难可以有什么意见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个人的艺术家要 可能要再多发挥创意 那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些 我们做艺术 可能资源少 或者是说 这个环境 或者是说 国家给我们的资源不够 那这是 这是我们看到的 但是我们可能 比较忽略的是我们身边 就比方说一个 艺术工作者 那有没有办法 在他的生活圈里面 就融入艺术 把艺术 这个推广给我们 生活上面的人 因为我知道 大部分 大部分的艺术工作者 他们的可能 他们的家庭 或是朋友 亲友 可能不是很能够理解 跟认同 他们在做的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 以一个艺术工作者来讲 我觉得是很基本 最需要 第一件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 你必须要去 这个友善的 让你的生活圈的 包括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能够去认识你的 你现在在做的艺术 然后你很热情的事情 然后再慢慢的 再把它推出去 一般来讲 大部分都会想说 写个大案子 然后去文化局 干嘛干嘛的 对不对 对我们这两个月在 筹备的是一张专辑 那是 这是一个CXT系列 CXT就是 classical class tab 就是古典音乐融合 踢踏舞的 这一个制作 那这个专辑是我们 这个 现在正在 正在做的规划 那也是 正在 正在制作中 那专辑的名称叫做 听过的足迹 对 那它的主题呢 就是我们的 这个 国台语的 经典老歌啊 那用这一个 古典乐 和这个 踢他的方式 来重新演绎 那我们的乐手呢 有这个 当簧管 然后还有吉他 还有踢他舞 那是一个三重奏 那当簧管是 就是我孩子的妈 我的老婆 对那 这个 呃 吉他手呢 也是我一个 合作非常久的朋友 对 呃 有一个 这个 这个 修行方面的 修身养性方面的词 就是叫做一念到底 对 对 这是我常常在提醒自己的 就是说 就 当在任何 不一样的状况里面 对 或者说 各个说 如果说我们 进入了一个 不一样的 这个状况 或是经过 或是有什么发生 那我都要 在这一个 这个 保持着 当时的这个 初心 请不吝点赞